來,跳轉 哇,慘 看看这陡度 来走起 跳转跳转 步屏步屏 太陡了 哎呀呀呀下下脚 不要怕不要怕 不要怕压低 哇看看这些 刺激吗 在威斯特有些 标着是cliff 就是说你有时候还能滑一下 这边cliff真不骗 真的吗cliff 太牛了 真的 无论人千万不要来FERDI 看看这个 全是真正好挖你的cliff 到那也没意思 但是滑了吧 找不到 在描述这个 是 本就是 替我 支持 OK 我们现在在大雄缆车这边 哇 风景还是相当不错的 这一条缆车我觉得人多一点了 所以说明这边能滑的地方正常一点 对 我们能看到一些比较简单的绿道和蓝道 然后简单的爆 虽然这个地方比较陡 但就出口一点点 我们还是决定了沿着这个山崎 先滑一下 看一看这两边的选择 真的 人均 condition 准备 感觉在威瑟这个地方算个比较难的黑道了 但是在这边我觉得还是比较简单 所以说我就一手拿着360相机一边滑了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OK我发现这边非常好玩一条树林道 非常flowy 带大家走一趟 走一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种呢就是你要相信你的坡 相信你的小拐弯能力 然后呢跟着那个坡 pump 然后flow 真的跟那个单车那个pump track很像 哇 太爽了太爽了 这张推荐来了 这个是在这个elk缆车 右边这个位置 OK今天最后一个双黑 老板简不简单 天气不错 走我们看一下啊 这里就要用到跳转的这个能力了 非常陡但是呢其实没有什么石头 还是而且跟我的板一样宽啊 大不了这个朋友们直接可以这么蹭下去 斜蹭下去 但是呢我是准备转转着弯下去 行我 好 来 grin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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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万 本 我 我 我一般划双板不会累的 今天真的是有点腿酸了 哇这个黑道太长了 而且真的非常陡 再加上雪又不太好 现在已经四点了 所以说能干脏现在也算是挺厉害的了 我感觉 大家看一下后面的风景 OK我们还有一点就可以到下面了 真的对你的技术体力的极大考验 Friendly 嗯不能说爱吧 只能说是真的是非常练技术 非常考验胆量 非常刺激 但是这两天雪真的不是很好 雪好的时候再来一次 感受一下这边的 Legendary Powder 好